大家好,我是吃货八姐,今天看到一个有趣的话题 谁在喝35元一杯的县城咖啡? 根据2022中国限制咖啡品类发展报告 2021年4,五县城市外卖咖啡订单量分别同比增长了257%和253%远高于12县城市 县城里,谁在喝35元一杯的咖啡? 说真的,在县城这个价格有点而贵了吧 咖啡对于小县城大部分人来讲很难消费 月收入4000会花30买杯饮品吗? 有人说,喝不起 6块一杯的奶茶我都嫌贵 表示贵喝的同学说 月入4000,家里资产几百万,这在小县城挺多的 会,因为更小资一些,价格太高,县城也够呛有 35可以满足会,我很多同学就留在家乡小县城 家里都好几套房子 但是这四五千块钱就是拿来花的,不用房租水电 没有其他任何城里打工人的开销 就是上个班找事情做而已,上班就是挣个零花钱 不需要有家糊口 时不时回爸妈那乘顿饭拿点好吃的 还有人说,也不是天天买啊,而且我们不用负担房贷车贷 在县城,评价咖啡大约等于10年前的奶茶 喝的不是茶,是时尚文化 月姓,幸运咖就是一种代表 月姓把咖啡的口味和价位都拉到了一杯奶茶的水平 味道甜蜜的生烟拿铁至今都是他的大爆款 幸运咖推出的八元咖啡,面向更年轻的学生 消费力也更低一些,价格便宜是王道 谁在喝35元一杯的县城咖啡 有人总结大概是这几个人群 一,相亲的年轻人,显得有情调 二,那些在县城生活的唯一小资青年 三,偶尔常常先的打工人 县城人为高价咖啡买单,看重的是时髦感 时尚的社交氛围 你能接受一杯咖啡什么价位